这又是一个咖啡机热交换系统 由意大利品牌Lilet研发 为其咖啡机型号Marx而设计的热交换系统 Lilet Marx长22.5厘米 宽52厘米 高35.5厘米 母锅炉可容纳2.5升水 子锅炉可容纳1.8升水 Lilet Marx具备于传统子母锅炉的单一温感探针 Marx在子锅炉中也加入了温感探针 来监测子锅炉的水温 以便提供更加稳定的充足温度 避免了传统子母锅炉会出现充足水温过高的问题 传统子母锅炉是将充足锅炉嵌入蒸汽锅炉内 由蒸汽锅炉中的热水 间接加热充足锅炉的一种热交换方式 在传统的子母锅炉中 充足锅炉内的水温主要取决于蒸汽锅炉内的温度 以及由上方热水导入管 及下方冷水导入管的管径大小来做温度调节 打开Marx电源 振动泵启动 冷水经过四通管道分别推进母锅炉与子锅炉中 首先我们将温度设置为92摄氏度 选择萃取模式 母锅炉开始加温 子锅炉内的水与母锅炉中的超高温热水进行热交换 子锅炉内的水温逐渐上升 并与161冲煮系统进行热红吸反应 当子锅炉内的温感探针 检测到温度达到92摄氏度时 母锅炉加热体停止加热 进入保温状态 此时为萃取待命状态 抬起萃取拉杆振动泵启动 冷水经过四通管上方进水口进入子锅炉中 酒吧压力的水将热水推进冲煮系统内 于是稳定的92度热水经过161冲煮系统贯穿粉临 随后我们再次将咖啡机调整到蒸汽模式 此时母锅炉内的温感探针开始工作 水温继续上升 当蒸汽压力表显示为1.5瓦后 母锅炉温感探针检测到水温为123度 母锅炉完成加温进入保温状态 此时为蒸汽模式 这就是Lilet双碳针系统 那么问题来了 大家觉得这个设计如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吵架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